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天千里 很多東西跟西方可以爭一天之長短 舉個例子 我們之前有講過 現在在美國他們研發小型核子的反應堆 但是被中國搶先了 零容一號在海南成功安裝了 全世界第一個陸上雙用的小型反應堆 我們是不是值得慶賀? 都慶賀的 慶賀的位置是因為它裝在中國還是怎樣呢? 但是我自己會這樣看的 就是如果這些小型核反應都一個技術成熟 我們似乎是可以用一些比較安全一點 還有污染程度少一些的核電 那我會覺得由一個世界公民的角度來講 我會覺得中國能夠成功開發到這件事 優先走出來去試給大家看 是一個對世界都有貢獻的一個位置來的 但是我要強調 其實現在世界上投入了運作的小型核反應堆 不只是中國這一個 而另外一個在運作的那個是俄羅斯的 但是你知道的 讀這些新聞 你一定要將咬文著字得很仔細的 中國大陸說它是全球首個陸上雙用 OK? 你又要陸上 又要雙用 其實有些小型核反應堆它不是陸上用的 又不是雙用的 但是都是小型是在運作的 是有的 潛艇 另外比如俄羅斯的就是破冰船 另外就算陸上的版本 但是不是雙用的 俄羅斯也有的 但是要討論這個課題 我也沒有什麼興趣去咬文著字的 就是你很想在這節討論一件事 你做到一個小型核反應堆 你要做到多小型 才叫做真的可以傲視同侪呢? 在這裏來說 你如果看中國大陸公佈的新聞 它拍這個零龍一號 它怎樣將這個 核反應堆掉進去核電站裏面的時候呢? 你不難去看到 它這個核電站真的相對比較小型的 它小型到多小型呢? 就好像一個傳統核電站的三分一左右 就有了 哦 這樣是小了 但是你都可以問了 小了三分一能不能幹呢? 你問我就覺得一般般 因為一個傳統的這些大型的核電廠 它的供電效能呢? 它那個供電效能呢? 就是這個小型的核反應 它的供電效能一定是低一點的了 如果你說是一個大型的核電廠 它的供電效能呢? 應該要比起這次這個零龍一號那塊東西呢? 是大十倍這樣的級數了 但是呢 似乎現在呢 它是叫做 供電效能就小了 可能是十倍左右 但是它整個大型就是跌了 只不過跌了三倍左右 所以我覺得從這個數字上來看呢 是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微型化呢? 這個值得質疑的 在軍用方面來講呢 標準又不同 因為軍用來講呢 大家只需要去關注到那個軍人的健康 但是你如果用那個叫做 航空母艦核反應堆 或者核子潛艇核反應堆的標準 去擺在地面上呢 就很多地面上的居民就會反對的了 因為他們會暴露了更加多的輻射 很多時候在那些潛艇和航空母艦服役的人呢 它是要吃呢 比起正常地面的人更加高的輻射的 但是因為它是軍人 沒辦法 是硬吃的 這件事 所以呢 接下來呢 你要留意 就是它那個世界上哪個國家能夠做到微型化 能夠做到領先呢? 是好視乎它能不能夠呢? 將它微型到一個地步是可以不合乎比例地去微型化 就是那些核反應堆這樣 就是說如果它微型化之後 它的產電的效能是小了十倍 我們有沒有能力去將那個核電站 整個那個規模可以縮得超過十倍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覺得這個微型化是一個更加有意義的微型化了 換言之就是它那個比例上不合乎 還未到達一個我們要求的效率 但是剛才提到的問題就是 核子反應堆它有輻射的 就算微型的核子反應堆 其實對周邊的居民或者用者 都是會產生影響的嗎? 會的 這裡呢 應該要公平一點這麼說 那麼這個微型化了核反應堆 但是為什麼好像都還要佔地 只是縮小了三分之一呢? 那會不會其實只不過這個海南島這個核電廠 它為了保障的居民安全其實落重了料 去用一個更加嚴謹的態度 來去建那個盛載這個這樣的核反應堆 所以於是乎它們都大舊了呢? 那麼這個可以是這樣發生的 OK 那為什麼我們會突然之間主張 講這些小型化的核反應堆呢? 喂 大型和小型都是有核輻射的 那為什麼小型又會比較好處呢? 還要講到小型呢? 小型了之後就是隨時講到 可能你屋邨後面就放一個在那裡 我們更加住得近這些東西 那麼如果是這樣說 我寧願你建一個在大亞灣 我在香港我住遠一點 那都好過你建一塊小的 放在我家後面 就是會這樣想的嘛 大家是不是? 那麼這裡就這麼說了 我們為什麼會認為 這些小型化是可以安全一點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技術問題 就是關於那個叫堆心溶解的問題 那麼你要看到無論是赤爾諾貝爾 還是福島事件裡面呢 其中一個很嚴峻的問題就是 裡面那個核反應堆 我沒有辦法再有一個穩定的系統 來將它恆溫 於是乎就令到堆心過熱 熱到一個地步 裡面那堆這樣的核燃料 將整個核反應堆的環境加熱得太熱 熱到上超過了一千度 令到承載著它這樣的金屬罩都溶了 自己溶了自己的溶氣 於是乎就這些東西就流了到地基上 甚至乎滲入了它的地下水系統裡 就污染了不是只是地面的環境 就只是連地底環境都污染了 那就是有一些東西我們沒有辦法控制到的 繼續發生下去 就是那種堆心溶解 和一旦是失控的時候 出來的那個污染物那種量呢 對於在一些大型的電廠來講 這個問題是嚴重一些的 於是乎我們想了 不如這樣 我們將它不要一次的裝 就是我用朱古力來做比喻 不要說一個包裝裝這麼大的朱古力 而是我們弄得好像M&M那樣 獨立包裝小小粒 於是乎一個溶了 就不會是不代表全部都汆開了溶了 就是說我們將它獨立包裝 就希望它的包裝不要透過獨立包裝去保護 不要那麼容易去漏出來 而且你每次裝的份量少的時候 它裡面的熱量都少 它發出來的熱不足以去溶解到它的容器的時候 那基本上我的獨立包裝的容器 就可以有理由更加安全了 那所以為什麼這些反而是微型化了 分開拆開獨立包裝的小型反應堆 它寧願將一個大反應堆拆成10個小的 去綁在一起 比你做一個大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就是我們利用到那個獨立包裝的優勢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未來的科技呢 是希望能夠做這些小型反應堆 而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是投入了很大的資源 因為他們就相信透過這個手段 是達至這個綠色能源是一個最有效的手段 而美國來說呢 相對呢 基於他們自己國內的反彈 他們就算有 還有他們自己本身的法制上的限制 他們就更加傾向運用到太陽能來做綠色能源 所以你看美國就算審批這些微型的核反應堆 審批得很慢的 有一個我們提過叫New Scale那間公司呢 我們有在我們再早前一些的節目提過的嘛 美國那個設計才剛剛過了那個安全審查 是批准可以去進入建造階段 但是很有趣的 很搞笑的 政府 美國政府批准 原子能機構批准你去建造 你實際上去建造的時候呢 你當地居民去反對你 去抗爭你 你一樣建不成 那麼你現在看到最近的新聞就是說什麼呢? 在中國大陸已經在自己的領土海南島那裡 去試這一種小型核反應堆的時候呢 加上俄羅斯也有它自己的非民用的 非商用的小型核反應堆也都建好了在那裡的時候呢 美國準備起這個New Scale第一個起的反應堆呢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起呢?它不在美國起的 接下來是在菲律賓起的 是的 你會看到小馬可思就批准了 就準備說第一個起的 但是很有趣的 你又掀起了很多地緣政治的問題 其實對上一次呢 美國想在菲律賓起核電廠已經是小馬可思的父親 就是馬可思時期 但是還要搞搞一下停了的 那個計劃是攔產了的 但是現在就很有趣了 一個叫做改進版的一個試驗 就是由菲律賓幫美國試這個New Scale的設計 那我不敢說是New Scale一定是好過中國大陸的001號 因為那個技術資料你給我看 我自己都不會明白多少 但是美國那邊你看到就是他們的審批 那個要求是嚴格嚴謹一些 都審批得挺慢的 但是不是代表中國一定是不安全的 那我會這樣說 中國大陸俄羅斯和美國去掌握這個核電廠 包括法國這個國家去掌握核電的技術是很成熟的 它是有齊了第1、第2、第3、第4代這些核電廠的技術 就是壓水式反應堆 輕水式就不會起的了 那接下來還會是融鹽反應堆 那它們的技術都會是成熟的 那剩下的問題就是你怎樣把它微型化這樣解釋呢? 那但是你無論怎樣都好 就算你其實也有廢料的嘛 那廢料的意思是嗎? 那廢料呢都是要透過傳統的方法 你找一個地方去叫做收起來埋了它 而且它的換裝是相對比較簡單 因為每次的份量不是很多 它設計的時候就是大約年多兩年 就是換一次的燃料棒了 但是因為每次換的量和最後出來的輻射量都相對少一些 所以那個安全關注又會少一些 就是有這樣的核廢料車在街上走過的時候 你可能趁半夜三更的非繁忙時間在街上走過 那就算了 就是當然會不會剛好你住在那條主要道路的旁邊 就有核廢料在你身邊畫過呢? 那這個就是看你在城市建造 還是在鄉郊地方去建造 那這裡又講一個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中國大陸今次去公佈零龍1號這個核反應堆 它有一些數字就似乎比較收得近一些的 那其中一個呢我都認為是 我認為是一個比較反映到它那個國家去那個微型化 這些核反應堆的技術究竟有幾進步的一個參數 就是這個核反應堆那個核心究竟有幾重 那一般來說 你說到航空母艦那些這樣的核反應堆呢 其實基本上跟一個地面的核電廠的重量是一樣的 有成三千多噸的 那就是所以一個航空母艦它真的要做到很大 有這麼大才能夠給它這麼厲害的浮力 來去裝成三千多噸 還沒計算其他要裝的那些戰機呀 人員呀那些東西和裝甲那些這樣的東西 那所以呢 你如果能夠做到一個 比起三千多噸輕很多的核反應堆呢 就我會認為都對於軍事上挺有利的 其實美國它那個國防部要求的標準就是說 看看我們有沒有能力去挑戰一個四十噸的反應堆 因為四十噸的反應堆就簡直可以滿足未來太空任務 就可以利用到那些火箭去帶上太空那裡 但是現在中國大陸它做這個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幾十噸那麼重呢 有排都還沒到 包括美國的New Scale 都還在說設計的重量都是去到三四百噸 已經是叫做輕的了 已經叫做微型化得很厲害了 但是三四百噸還可不可以被火箭帶上太空就不行 你拿來放在那些航空母艦那裡都還可以 但是如果放大就要放多好幾個 因為你那個航空母艦它自己本身 對於電的要求上升那麼高的 你現在縮了 就是縮到300多噸 但是你整個那個的發電能力 只剩下可能20% 那變成打了一條數還是不得了 其實最後就是 所以在這裡來講呢 大陸我就看到 它有一件事就叫做 不小心去透露了它這個玲瓏一號有多重的 那就是你要看回它自己更加早前的新聞 它就說這個玲瓏一號工程 在你還沒放一塊核心進去的時候 你要首先吊了一個外殼上去 它吊了一個外殼 一個好像圓形刺子桶那樣的東西吊下去的 但是那個東西是720噸 那麼它說這個720噸 就是在這一次整個玲瓏核電廠工程裡面 最重的一次吊裝來的了 那麼在那個720噸的吊裝裡面呢 它用了那支V型的吊臂呢 是要用了兩支隔著並排這樣吊的 那麼它要用這個份量的裝置來吊720噸 但是這次你看到它吊這個玲瓏一號的核心呢 只是需要用到一支這樣的吊臂而已 同類型的吊臂只是用了一支就吊了下去了 那麼所以呢你預期它那個吊的量呢 應該是介乎是300噸至500噸之間的 如果我自己一個很天真的 純粹由照片上面的估計 所以我會認為它跟美國New Scale那個 所謂的微型核反應都會暫時做到那個能力 就是那個技術啦 發電量好 無論是發電量和整體的重量來講呢 我想是差不多程度 沒什麼說誰先領先不領先 但是為什麼中國到現在都沒有核子航母艦或者核子潛艇呢? 核子潛艇有 核潛艇在搞緊啦 因為潛艇本身要求的那個負載和推進能力相對是少一些 真真正正你要負載重的東西就是那個航母艦 這裏又有其他的關注 因為理論上航空母艦上面的核電廠 就是你將整個地面的核電廠搬過去 是這樣的意思而已 但是你說你還要有其他的負重的 你是希望那些東西不要浪費的 那譬如說在美國它會怎麼做呢? 它是透過將油的濃度提高 正常的地面核電廠它的油的濃度是4%左右 但是在軍用級美國的航空母艦為了要換燃料的次數 甚至乎是不需要換 在講尼米支那些是不需要換 然後也都可以提供到足夠勁的能量 又不想帶那麼多多餘質量上去的時候呢 他們的方法就是你將核燃料棒減綁呢? 就是將核燃料的濃度提升 於是你需要的那個技術就更加高了 就是你怎麼可以建立一套系統 它不會重很多之餘 但是可以幫它有效地控制著那個連鎖反應 就不要令到核電的裝置的反應都不受控 在這裡是需要一些額外的建造核電廠的技術 那譬如說中國是不是要追這件事呢? 不知道 還是它純粹只不過想起一條船 就將這個地面的電廠搬上去就算了呢?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做到追趕 甚至乎是迫近到別人美國的那個能力的時候呢? 那這些有些東西我不熟悉 我反而問回我另外一邊節目拍檔 他們會熟悉一些了 那就是你要講到航空母艦的設計 還有就是上面的服從啊 你上面那些東西怎麼去擺位啊? 那就要關乎到那些東西 那我猜由這裡看得出 中國大陸在這一方面 它那個我想需要那個投入的技術資源 還有就是可能有一些東西就未完全到位 或者有些可能就算是自己認為到位 都還是在建造的階段 好 那這次就結束了 我們下一次再回來 咳咳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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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